交通是否便利关系着地方发展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广设U-Bike 2.0 目前已经超过1000站了 平均每2500人就有一站 但议员周永宏就指出了原县区呢 大雅区神刚区竟然要超过6000人才设置一站 质疑这根本是乘舱差距 公共自行车串联大众运输 完成回家最后一里路 台中市府交通局i-Bike被增计划 在109年底启动并升级为U-Bike 2.0 目前已经突破1000站 但议员周永宏拿出设站数据 质疑公共自行车站点也有成像差距 神刚大雅是我们台中市平均的三倍 三倍什么意思 不是他们拥有U-Bike站有三倍 是他们少于整个台中市的平均 神刚大雅只有三分之一 坦子也是相对比较接近市区的地方 也要3748人才共享一站 这个有严重的沉香差距 你没听错大雅区及神刚区 平均超过6000多人才设置一站U-Bike 2.0 当地也没有捷运及车站 交通相对不方便 质疑交通局的站点规划不够完善 要加强原县区的设站 让公共运输更便捷 对此局长叶昭甫回应 站点设置会将周转率纳入参考依据 像弹子但现在有29站 29站看起来跟以前比是多很多 但也还是不够 所以不管在弹子大雅神刚 我想对于这个设站的点位 我们还是会在持续增加 一般我们看OD点的吸尘方式 周转率那再判断 那样子OD点也没有需要增加站位 交通局强调会持续在山海屯区 规划新站点 串联U-Bike 2.0级公车站点 提升公共运输便捷度 强化绿色运聚的发展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